我就来了今天来分享两块 不看脸也能扎好看的 圣诞发型都很日常可以扎出脸的那种 都是同一种三加一边发衍生出来的 就是我很多发型造成脸都出现 你们说随不会 那我就讲详细点 发缝我习惯是画大G字形去分 像我发缝比较宽的话 这样分完就不会特别明显 平行往后举出头顶的第一层头发 再平分成三分 最后是怎么拿的 先外面的这一缕 往后中间食指勾住 这样捆出来这只手去抓中间这缕 后面这一缕也是一样 这就是最基础的三骨边边发 接下来就是加一的边发 这只手不松开 用你的大拇指 还是从前面头发平行往后勾一缕 加进来 可以用这只手辅助抓一下 然后往下一缕 这样头发就不会缠在一起乱糟糟的 然后就继续编三骨边 后面也是一样的操作 大拇指往前勾一缕 加进来 往中间放 下面就是重复加一缕 编一次 一直到头发全部编进来 将皮筋扎住 可以从中间掏个洞 把头发翻过来 下一个就是拉松 这个公式你学会了 再延伸任何编发都很好看 第一个发型就在这个基础上 把下面头发用卷发棒 卷出一点自然的弧度 方向可以随意一点 再把它拔散 就会想到你的发量超级超级多 想跟有圣诞氛围 可以在皮筋的位置 就夹一根红色的发带 边条细细的三骨边 多出来的长度 就可以在尾巴这里绑一个结 OK 第二个发型就是把下面头发一起编一条 满花辫 这一块尾要留得越短越好 再再混到少 就是像盘纹箱一样盘成圈 上下左右都可以用夹子固定出 就不会掉了 右边也是一样的 最后你可以选四个一样的红发卡 夹对称就完成了 主要是前面的公式可以多练几遍 我已经讲得超级无敌详细了 快去试一下吧